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一旦签了这个字 这个地方 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说心里话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吴律师 像我们家这套宅子 按现在市场价 我拿得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你说是不是 不过好在协议另一方 是我的姐姐 我也是看在记得这么多年 照顾爸妈妈的份上 又把父母养老送终 姐姐 你不得这个便宜 谁得呢 是吧 我这个人吧 一向是大方 我吃点亏没什么 只是这么多年 姐姐一直把我当仇人看 姐姐 我今天签了这个字 我希望 你念我一点好 请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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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她在外头疯她不嫌累 她回来干点活她倒嫌累了 谁来电话啊 你怎么不接啊 谁来电话啊 没谁 我收电话 别骗我了 刚才是潘医生给你打电话吧 难道病啊 别瞎说 她那心思世人都能看得出来 我跟你说 你也看稳了 别把她也放跑了 真羡慕你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男人 要不给我介绍一个你们医院的医生吧 这年头医生可是个好职业 要是能碰上潘医生那样的高富帅 你就更好了 你就知道高富帅 白罗 我倒是想劝劝你 考虑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最适合你 你别走啊 我没说完呢 这么说 你的调动手续都办好了 办好了 办好了 太好了 你们公司可是办了件大好事啊 夫妻两个分开久了会出问题的 白丽啊 一会收拾收拾东西 跟迎接回去吧 对 先不着急呢 今天是周末 等莎莎回来一块走吧 那也行 迎接 你这一年多不在家 里里外外 全靠百里一个人哪 妈 说这些干什么呀 迎接是自己家人嘛 我说说也没什么吧 没事没事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以后好好过日子 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做父母的心 沙家睡了 你不要太晚了 对身体不好 公司里这点工作 我今天晚上必须弄完 你们先睡吧 妈 我出完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有约会 又是那些说话不着边界的女朋友 一个个浓妆艳抹的 那种人能过日子嘛 你就不能好好谈个恋爱 打算这样过一辈子 我哥都没结婚呢 我急什么呀 胡说什么呢 妈这说你呢 吹我干什么呀 好 我不说你啊 拜拜 爸 我也吃完了 你又要去哪儿啊 出去走走 散散步 散散步 一二 怎么了 你记着啊 你记着啊 以后当着妈的面儿 少提我结婚的事儿 妈又生气了 又因为那郑亚文 还要去哪儿 其实哥啊 其实我觉得那这俩文挺好的 人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 你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喜欢呢 你吃错药了吧你 你说谁呢 不管你的事 你少管 你说你跟我急什么呀 你不想说就不说呗 是 要不 我带你出去嗨皮一下 介绍几个异性朋友跟你认识 好好了解了解 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 赶紧走你的吧 得 我这马屁又拍到马腿上了 你说咱妈怎么生一个你 这么一根筋的人 我呀 我跟你咱俩根本就是两种人 你呀 别跟我没提醒过你 少给自己惹麻烦 我知道了 你怎么跟妈一样那么虚头 我也不是小孩了 走了啊 菲菲 咱俩 咱俩 你一声 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有机会 我肯定了 後面 你想得改善 一起 我岁 我在你家門外等你 這麼冷的天 你怎麼來了 我來這兒就想問你一句話 你跟我 我們兩個都在一起 你們兩之間 是不是只有我意向情願 潘醫生 你喝酒了吧 喝了 但是我很清醒 我請你回答我 你這是何苦呢 我見不到你 你不到醫院請你整天躲著我 我都快瘋了 現在整天從早到晚 我滿腦子想的全都是你 行了別瘦了 你趕緊回家吧 我幫你開輛車 我不走 我請你回答我 我也喜歡你 我的心也很痛 可是你真的不明白嗎 咱們兩個不合適 我比不上 爸 你是個傻瓜 真是個傻瓜 潘醫生 請你放開我 不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注定就應該在一起的 你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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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麟 就算是我意向情願 我也要告訴你 我愛你 我愛你 嫂子 嫂子 你怎麼才來呀 哪都急死了呀 怎麼了 你看 那把客人的衣裳給弄髒了 怎麼洗也洗不乾淨 這事啊 不敢讓店裡知道 要不店上扣難工錢 你怎麼搞的呢你 哪也不是故意的 拿不店的人說了 這衣裳看著不起眼 可不是國產貨 價格也挺老貴的 你說那店裡要讓哪賠 那這幾個月不白乾了 怎麼辦呢你說 行啊 我跟你去見見那個客戶 聽聽人家怎麼說 好好好 那這事拿就交給你了啊 你們這洗衣店怎麼洗的呀 把衣服洗成這樣 讓我怎麼穿啊 你看 哪也不是故意的呀 也不知道怎麼就洗成這樣了 這就是你給我的解釋啊 對不起對不起 都是我們的錯 您看事情已經這樣了 我們只能請求你的原諒 反正你們得照價賠償 五千塊 我 我 您看這樣行不行 我們想辦法給你洗乾淨 達到你的滿意 如果你不滿意 我們一定照價賠償 這樣行嗎 你是這家洗衣店的 負責人 不是 她在洗衣店工作 她是我嫂子 這衣服 讓我再放到他們洗衣店洗啊 我可不放心 我親手來洗 我來處理 您看結果 我去洗衣服 那就麻煩你了 坐下說吧 不用坐 我得趕緊回去給您洗衣服 你叫什麼名字 在哪兒工作啊 我叫白莉 原來在紡織廠工作 現在不上班了 這衣服 大概什麼時候能洗好呢 我儘快 這樣吧 咱們倆互相留個電話號碼 等你把衣服洗好了 好跟我聯繫 好 二 三 加 加 一 二 三 加 加 一 二 三 加 加 一 二 三 加 一 大家看明白了嗎 看明白了 舞蹈是對身體最好的運動 最後你們的身材就會像我這樣 你們覺得我美不美啊 好了 那麼接下來呢 由白璐老師帶領大家練習 好 你在跳了一支 我剛才都領他們跳了四支舞了 我每天給你那個十支舞的情合 你快點 真是 快點 來來來來來 大家 你們從頭開始 來 五 六 七 走 二 三 加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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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二 三 加 加 加 二 三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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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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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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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跳了別跳了 這位先生 我們這是女子健身中心 不接待男士 樓下有健身房 你可以去取槓鈴 我不健身 找人 來 你是白嘉儀呀 你幹什麼呀 你不到來找你幹嗎 小姑找你的 去哪兒啊 我們在這兒談 不方便 要不咱們還是出去談吧 你哪那麼多廢話呀 小姑 到底怎麼回事啊 她們 她們都是我的朋友 這位是我的侄女 白露 長得漂亮吧 那也沒天漂亮啊 我們倆先去換一下衣服 樓下有個咖啡廳 一會兒我們倆請你們喝咖啡 咱們一邊喝一邊聊 怎麼樣啊 趕緊 你們繼續跳 繼續跳啊 繼續繼續 快點 來來來 咱們也快點 接著跳 好 站好原來的位置 預備 起 一二 跑了跑 別跑 快快快快 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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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了没有 不用追了 站住 我饿死了 站住 出租车 站住 军霞 军霞 师傅 站住前面那辆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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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站住 站住 你们俩搞什么名字 啊 哎呀 怎么穿成这样啊 腰里腰气 我们穿成这样 怎么了 你懂什么 这是美 是美 开门 开门哪 谁呀 赶紧开门 开门哪 哥 如果有人来找我 就说我不在 我不在啊 开门 来了来了 开门哪 别敲了 别敲了 开门 哎哎哎哎哎哎 你找谁啊 我找刚才进来那两姑娘 你找她们干什么 我跟你说不清 把她们交出来吧 你想干什么 陪我相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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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用了 都摔成这样了 怎么用啊 谁能证明这相机原来就是好的呀 哎你怎么说的 是你撞了我相机掉地上的 谁撞的你呀 是我们互相撞上的 哎你怎么这样说话的 你怎么说话的 哎呀 来的路 这要真的是她给你碰坏的 那我们就赔你钱 妈 干吗要赔钱呀 你觉得我应该赔偿你是吗 你说呢 我看你真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谁不讲道理的 我问你 你干吗非要挡住我的路啊 看我跑过来也不让一下 我轻轻碰一下 你相机就飞出去了 我看你呀 就是个碰瓷的 相机本来就是坏的 你看看看 被我拆穿了吧 行 我们找警察去评理 年轻人 有话好好说嘛 白露啊 碰坏别人的东西 是要负责任的 那行 那我问你 你这破玩意儿多少钱呀 破玩意儿 我可有发票的跟您说啊 你这相机这么贵 你穷疯了 你绝对是个碰瓷的 是你碰的我 不是我碰的你 谁呀 小伙子 我看人家照相啊 都把这个袋子 挂在脖子上 那是要碰一下 都不会掉地下呀 就是就是 你怎么拿手上 你不挂脖子上呢 还可以呀 我看这样 我看这样啊 既然 双方都有责任 一半一半吧 一半 我没钱 白露啊 损害了别人的东西 损害了别人的东西 就得负责任嘛 要赔你赔 白露 怎么说话呢你 那怎么办呀 你爸一半是你们出的主意 要赔你们赔 我没钱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家里啊 就你父母讲道理 这样吧 我们换个办法解决吧 什么办法呀 你身材不错 会跳舞吗 那还用说 我侄女是练舞蹈的 那太好了 帮我一个忙吧 你干嘛的呀你 拍广告的 拍广告 对啊 你是广告导演吗 是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拍个小广告 那我 考虑一下吧 可以 这是我门片 我等你给我打电话 相机的事情 以后解决 那我先拿走啊 再见 再见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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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阿姨什么事 你有身份证吗 给我看看 要我身份证干嘛 你光给我一个名片 我不放心呢 你要是个骗子呢 阿姨 我是个好人 你跟我说 你们 今天都惹什么祸了 没惹什么祸 你说 我不知道 我看见有人 治小姑我也跟着跑 然后就撞到那个倒霉蛋了 哎呀 说就说 我要是说了 你们可不许骂我 我真是倒霉透了 我就是买几只股票 没想到都套在里边了 我想凭仓 就把所有的钱全搁里边了 还借了点 凭 凭什么仓啊 说了你也不懂 哥 你就借我点钱吧 救救急 你也不能看我整天 被那帮人追着屁股后面跑啊 这也不是个事啊 再说了 也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不多 就两万 两万 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你 那我都已经套进去了 你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雨晓 雨晓 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喜欢郑雅雯啊 妈 感情的事情 那我怎么说得清楚啊 反正对她 我就是没感觉 那你让我跟何阿姨怎么说呀 该怎么说怎么说呀 您就实话实说 郑雅雯各方面条件能力都不错 家庭条件也合适 我怎么看你们俩都很般配嘛 可我就是觉得她不够真实 真实不真实 要进一步接触 要了解 妈 我真的不喜欢她 那好吧 我答应你 不一定非要选择郑雅雯 但是选择的对象 绝不可能是白玲 妈 我早就是个成年人了 在感情的时期上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 我跟你说啊 我已经对你让步了 您要是总这样的话 那我就只能搬出去坐楼 你说什么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这么做为了谁啊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我这么做为了谁啊 我这么做为了谁啊 你万会感情充忽了头脑 妈 我很清醒 我看你不清醒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下我的意见 大家听好了 演员来了啊 大家动起来 动起来 动起来 这样怎么样 肯定没问题 再有问题我找你啊 灯光怎么样 支起来啊 好好好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你在干吗呢 化妆啊 这个不用化 来 没有时间了 赶紧过来吧 来 赶紧换上 这 这是什么呀 服装 服装 谁的 你的 还有这个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要演什么呀 鸭子 鸭子 那我 戴上这个不就没脸了吗 有啊 鸭子的人 你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我才不演鸭子呢 要演你演 你去哪儿啊 回家 等等 如果你走了的话 这个网络就拍不成了 关我什么事啊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没说清楚 帮忙忙好 你别拉我 站住 你是真的不拍了吗 不拍 好 你赔我相机 还有器材的租金 盆的租金 全部你一个人付 你想讹诈呀 我没讹诈你 这是事实 你自己看 贪子已经全部铺开了 如果你不拍的话 这些工作人员就没有钱拿 你忍心看他们白干吗 好 今天拍摄结束 谢谢各位啊 好 今天拍摄结束 好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看你呀 就是故意折腾我 怎么会呢 你跳得不错 辛苦了 鸭子我演完了 你怎么种泻呀 请你吃大餐 什么大餐呢 什么大餐呢 烤鸭店的老板 请全体的工作人员 吃烤鸭 这就是你说的重谢啊 对啊 我不吃 这谁的衣服啊 别人的 又是陈寅杰她嫂子的吧 她毕竟是我嫂子 上次她把人家的衣服洗坏了 我总不能不管吧 以后店里的事情 你要多操操心了 我跟你爸年龄也不小了 还指着你们几个呢 我跟你说话能听见了吗 想什么呢你 妈 我想 出去接点活儿做 我跟英杰不是在外面买了房子吗 还要还贷款 怎么了 你在家里干活没给你钱呀 我怎么好意思挣家里的钱呀 这个店是你跟我爸一辈子的心血 当女儿的帮忙忙总是应该的 我怎么好意思拿钱嘛 说得倒是好听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早知道就该生个儿子 你看你看又来了 我这儿不在跟您商量吗 你是跟我商量的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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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 你说家里是缺她吃还是缺她穿 她又到人家家去干活儿 哎呀 少说两句吧 你看你这妈 丽儿啊 你妈也是觉着你们姐妹三个 对咱家的菜馆都不上心 她着急 爸 管理一个菜馆 不亏本还得做得好 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总得想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吧 好 你想想 你想想 喂 孟总 喂 孟总 是我 你不在办公室吗 我在家呢 有份文件要你签一下 如果着急的话 就到家里来吧 这 好吧 好吧 孟总 孟总 怎么 不进来吗 孟总 你签一下 不好意思啊 家里有点乱 我还是习惯 我还是习惯 上大学的时候 你照顾我 你喝了不少酒啊 一个人喝酒嘛 不知不觉的就喝多了 那这个我先拿到公司去 走了 英杰 英杰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我是为什么喝酒吗 留下来 陪陪我好吗 孟总 你到现在还是一身酒气 应该多休息 我先走了 英杰 你 你好 你好 怎么是你啊 你忘了吗 昨天我给你发信息 说要给你送衣服来 我还真给忘了 不好意思 快进来吧 这边 你看一下 还真是洗得挺干净的 一点污迹 一点污迹都没有了 谢谢你啊 你满意我就高兴了 快坐吧 喝茶还是喝咖啡 不用了 白莉姐 真的挺高兴能够认识你的 你看你做事那么认真 我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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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忙 想请你帮帮 我呀 刚从国外回来 这每天上班下班的都是从早到晚 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及家里面的事 所以希望你能够抽点时间过来 帮我料理一下家务 是 工资的事你放心 尽管提要求 一定让你满意 我考虑的不是这些 是这样的 我父母一直在做一个私房菜馆 他们希望我能帮上手 以后慢慢地能继承家业 这个当然是大事了 但你放心 我这儿啊 你不用天天地来 只需要每个星期来个两次就行 我后天就要出差了 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过来帮忙 你家里 你 没有别人吗 就我一个 你就答应了吧 白莉姐 就答应我吧 行吧 那就拜托你了 来 这是我家里的钥匙 先拿着吧 行 二丫头呢 脾气好 也听话 你说什么是什么 三丫头呢 聪明 鬼精 还特别会看人的脸色 什么事儿 从来不跟你顶着牛 绕着弯的才慢慢磨你呢 就这个老大 那脾气啊 跟你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什么意思啊 缺得狠哪 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怎么绕着我这儿来了 你就向着他 我都气成这样了 你不说哄哄我 你还替他说话 怎么着 还让我去哄他 自己的孩子 你哄哄又怎么了 我不去 这孩子是个顺毛驴 牵着不走 你给他喂点料 不就跟你走了吗 你糊涂啊 谁糊涂啊 老大你不知道啊 当年结婚的时候 都闹成什么样了 不让他跟那个陈殷杰好 他就跟他好 他看上他什么呀 他就看上他长得漂亮 长得高 他不看内心 他就看那表面上的 咱什么方法都使劲了吧 管用吗 软硬不吃 他到了 他不还是嫁给陈殷杰了吗 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 我找了份工作 兼职的 你们家那店还不够你忙吗 不是想多赚点钱 早得还你大哥的钱吗 做什么呀 给朋友去帮帮忙忙 他挺信任我的 他一个人住 经常出差 让我帮忙去打理一下房间 那不就是给人当保姆吗 这传出去多难听啊 我不同意啊 我不偷不抢的 有什么难听的 这是朋友 人家信任我 只是去帮帮忙 信任也不行 反正我不同意 是其后最为一人的所在 嗯 你好 冲冲啊 谢谢 今天应该我请你 你给我那么高的工资 这些全都是你应得的 你都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今天啊 就我来请 下次你再请 对了 你的工作都完成了吗 公司的事是永远忙不完的 就找一个借口让自己散散心 把心情调整一下 对了 你的钥匙还给你 钥匙啊先放你那儿吧 啊 我要经常出差 到时候 还得常常麻烦你呢 哦 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了 哦 没事没事 那这样吧 我一有空呢 就去给你收拾一下房间 好 那我就谢谢你了 你太客气了 孟总 我去一下卫生间 嗯 好的 老陈 嗯 郊区农场那边打了电话 说咱们昨天送去的货有问题 让咱们现在马上过去 它那地儿够远的 晚上恐怕得回来很晚 嗯 我得给你嫂子打了电话 还说给莎莎辅导作业呢 行 你打吧 我门口等你啊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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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